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09面 诡一名无便随言用 我们从《诺人经》的学习 我们要慢慢的习惯 把生命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心性 一个是相状 一个是能变现的心性 一个是所变现的万法 这两个相状 那么这两个相状应该怎么去观察比较正确呢 就是观相言望 观信言正 你要经常告诉你自己 相状是暂时的 那是延生延灭的 而你这一念心性的功德法 才是永恒的 我们绝对不能够为了追求一时的相状 而牺牲自己的心性 那就太可惜了 比方说我们今天探一个相状 你可能会得到一时的满足 但是你失掉了永恒的功德 划不来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只能够假借这个相状 来开显你内心的智慧 开显你内心的慈悲 那么这个相状是生灭的 但这个生灭相状过去以后 你留下来的是那种功德的真伤 那这个是很久可以送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是永恒的 什么是暂时的 你要知道你生命的目的 到底是要追求相状 还是用这个相状 来开显你的内心的功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当然它的重点在心性 因为心性是真实的 相状只是暂时的 那么我们看到佛陀跟众生 面对心性跟相状的取舍 我们前面讲到杂兰言情 众生是喜欢相状的 爱着相状的 所以弄到自己 被绝合成 可以说障碍重重 障碍重重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世界 把心性搞坏了 那么我们看佛陀 他也面对一个 现前一念心性 这个跟我们是一样的 但他怎么去经营 怎么去面对这一念心性 那么表现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看经文 我以妙名不灭不生 何如来藏 而如来藏为妙绝名 沿造法界 事故一中 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不动道长 骗十方界 深寒十方 无尽虚空 以矛端 献宝王岔 作为神礼 转大法轮 昧成何觉 固化真如妙绝迷信 那么 身为一个 众生本据诸佛所证的 现前一念心性 可以说是通识法界的 所谓在凡不减 在胜不争 但是我们把现前一念心性 给糟蹋了 但是佛陀可不是 佛陀面对任何禁言的时候 他是回光还照的 我们看佛陀是怎么 面对这一念心性 我以妙名不灭不生 何如来藏 佛陀说 我在面对生命的时候 我的态度是这样 我是用妙名 妙名是能观的智慧 我用我空法空的智慧 这个不灭不生 是所观的理性 那么用我空法空的智慧 来观照这一念 亲近的本性 遇到任何事情 我就是念念的回光还照 向内安住 这个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 我是随树尼 如来藏妙真如性的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道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如来藏本具的功德 给发挥出来了 因为如来藏有什么功德呢 他是一个妙觉言明 而且是向大言尽致 能够言造法界的功德 那么佛陀回光还照 用亲近的智慧 来观照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时候呢 把这个妙觉言明 言造法界的功德 发挥出来了 发挥什么功德呢 所以在这个生命当中呢 我会出现的两种状态 第一个 依为无量无量唯一 这种理事无外的障碍 理事无外的境界 你看佛陀 以一念心 他能够依 一念心性 变现十法界的差别 佛陀可以献出 佛法界 在没有因言的时候 佛陀可以献菩萨法界 佛陀甚至于可以献第一法界 以一切法得大之在 说是普门事现 那么佛陀也可以把整个象收起来 无量唯一 回归到一念的 亲近涅槃的心性当中 佛陀在心性 跟整个外在的无量象 可以说是 尽出自在 这个是佛陀 他因为随顺如来藏 这是第一种自在功德 第二个呢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这个想事事无外 佛陀可以把最小的事项 来显现最大的事项 也可以把最大的事项 来含射最小的事项 这个后面 佛陀会想出来 什么叫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那么佛陀这种 理事无外事事无外的境界 是怎么产生的呢 它的关键点在这四个字 不动到场 因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面对这个外在的动荡环境 他内心向安 向内安住 向内关照 安住在内心的 一念心性的不动道场 生起不迷不举不动的关照 所以他能够产生 骗十方界 这个骗十方界是 形容佛陀的心 能够骗照十方法界 在三千大界世界当中 哪一个地方下了多少的乙滴 佛陀都能够悉知悉见 那么佛陀是身寒十方 无尽悉空 佛陀的身 这个法身 寒色十方的无尽悉空 无有障碍 那么一意矛端 献宝王叉 作为整理转道法轮 这个是前面说的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那么这个矛端 是在正报当中 一个最小的事项 宝王叉 是整个一报中最大的 佛陀的生命当中 可以把他的身体的 一个最小的矛端 显出最广大的 一报的宝王叉 这个宝王叉 就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能够做围城 你转大法轮 围城是一报中最小的 那么这个转大法轮 是正报中最大的 佛陀在整个 西空里面 一个小围城当中 能够献广大无变的 这个圆满报身 来演说言顿的妙法 以最小的一报 来设最大的正报 那么佛陀这种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一为无量无量无量的功德 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 因为灭尘何觉 佛陀的生命当中 他这一念心 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他选择了放弃对外境的直取 选择了向内去开显 他内心的功德 向内观照 所以能够发动了这种 恶功真如相应的 这种 这种圆绝光明本性的功德 可以完全开花出来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一念心 心性是有无量的可能性的 障碍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 你认为是学上说是 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生命叫做自辨自演 我们自己把它变现出来 然后自己再去受用 自己再去攀岩 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出一个道理 说是心境决定我们的处境 其实我们外在的环境 是我们内心创造出来的 比方说过去有一个 美国有一个记事叫凯撒林 凯撒林他 他从小的时候 看到这个水就有很大障碍 他不能喝水的 他一喝水的话就很严重 他甚至于一洗澡的时候 整个人会疯过去的 那么他的体质怎么就跟水产生这么大的障碍呢 这个障碍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 后来他就给人家催眠了 说他前身跟水结了很大的恶因 我们讲其中两次就好 他其中有一次呢 他带着他的小女儿回梁家的时候 经过一个桥 结果那个时候下大雨把这个桥冲断了 牡蛎两个都掉到水里面去了 觉得死的时候对水很憎恨 他对水下了很不好的咒语 起了很不好的迷眼 这是第一个恶因 其实呢 他有一次因为喝了一个井中的水 得到一个烈士麻风病的那种病 死的时候很痛苦 他对这个水也非常的痛恨 所以他多生当中跟水是结恶因 他把水想象成一种跟毒药一样 那么你对水产生这样的想象 时间久了我们讲啊 久了以后就产生一种社空啊 拟结成一种社空啊 他这个水在你生命当中 就扮演了一个毒药的角色 因为你把它捏造出来就是这样子 我们说 外在的世界是你内在的世界变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的来生啊 当然我们今生要改变 说实在不容易 因为你今生是 过去生已经把它创造出来 所以我们今生叫任命 但是任命没关系 这个短暂的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来生 那你就应该要 现在开始要为来生布局 我讲实在话 一个人到了40岁啊 其实你来生是怎么样 你的内心状态已经大概 那个初行都出来 除非你真的听到嫩人经 听到法华经啊 真实的那个内心啊 突然间顿悟 脱胎放骨 重新检讨你的想法 那么当然 我们怎么改变我们既有的思想呢 第一个当然我们说过 你的心开始收到你内心的时候 他下一堂课就会讲到 空甲中上官 第一个先修空甲 先用否定的思考模式 来面对你的想法 他不是这样 他也不是这样 他后面会讲离一切相 用空甲来破除我们心中的妄想 我们刚开始在修学佛法 我讲实在话 初学者 诸位要有一个观念 你对你自己的想法 多用否定的角度 不要太肯定 我看很多初学者 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怎么样 其实这不对 你一个初学者 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肯定你的想法 因为你那么早肯定了 那表示你没办法进步了 你看禅宗出去的 刚去的时候 那一定是 你动一个链头 一定挨板子 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的想法 破到真的是大事一般 重新又开始发布地心 产生新的理想 这个时候重新肯定 所以佛法的修学是 先否定 否定门入 肯定门出 真的你生大悲心的时候 要广度众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肯定自己 你一个人太早肯定自己 是对自己很不利的 因为你开始就把自己定型了 所以我们刚开始 先修空观 破除我们过去的想法 这个时候你会进步很快 突破得很快 那么假观就要借假修真 借假象来修真实的功德 心性虽然本具 但是要假借事修才能开弦 修得有功 信德方贤 海公常说 修得有功 信德方贤 那么怎么修呢 比方说 我们拜八十八佛 我们念它 你看 一尘中尘述佛 各处菩萨众会中 无尽法界诚意然 身性诸佛皆充满 各以一切阴生海 谱出无尽妙言词 祭尼未来一切结 赞佛圣生功德海 那么我们赞叹佛头的功德很难 你必须假借这些文字 看到诸佛现前 我们用无量的言识 来赞叹诸佛的功德 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字的 每天这样念一次 我们随喜佛的功德一次 你看我们念 阿弥陀佛生今色 向好光明无等人 摆好婉转五心米 甘木沉浸十大海 我们这个时候对阿弥陀 升起皈依的心 那么皈依的功德怎么来呢 借假修真吗 你不把这个寄宋念一次 你怎么能够去花明 你本具的皈依功德 你说我本来就记足 直理废事 所以假观就是说 当我们用空观 把过去的 跟妄想颠倒 有所得心相运的假象 破掉以后 你又建立一个亲近的假象 跟三宝相应的假象 所以诸位不要忽略我们的功课 那个功课都是在一种 假借这个假象 来开显你内心的功德 脱比这个 依正 嫌我自信 所以说这个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我们内心当中 破坏了过去的 妄想的执着 建立一个亲近的假象 虽然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今生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来生 因为你心态改变 你未来的因言就改变 但是今生要改很难 因为他业力已经显出来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 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 同样是现前一段心性 我们凡夫因为向外攀岩执着 所以弄到自己背绝合成 产生的沉劳烦恼 障碍重重 佛陀用妙明的智慧 来观照不生不变的本性 结果佛陀 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种种的自在 那么同样在一念信心当中 一个是向外攀岩 一个是向内去 好好的去观照 好好的去开发他的功德 就有不同的结果了 这个讲到一心随顺染尽的因言 而有不同的染尽的作用 我们看溥厄的 名随言不辨之体 这个体 当然是最重要的 一个功德的妙用 是来自于对内心 自体的一个了解 分三段 第一段 名随言不辨 如实空意 第二 名随言不辨 如实不空意 三 名随言不辨 遮照同时意 这是我们说的空不空意 这个是这段正式显现 如来藏妙真如实意 言三地理 看第一段 那么说名随言不辨当中 我们本具的这种如实空意 这个如实就是 什么叫如实呢 就是他本来祭祖的 不是修来的 这个空是本来如此的 我们看经文 儿如来藏本妙言心 这个是总标 那么前面是讲到 这一念心性 随顺迷雾的音言 而显现实法界差别的果报 这个地方再讲到 这个实法界的差别果报 当中 我们没有失掉一念的 亲近的本性 之体 那么如来藏就指的 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一念心性 这一念心性是怎么回事呢 本妙言心 偶尔大师说呢 这个本妙言心 这四个字 关键在这个圆 就是这个圆容无碍的意思 也就是心佛众生 丧无差别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如实空意呢 就是在选这个圆 表现这个真地理 我们看这个圆是什么意思 圆容无碍 看经文 非心非空 非地非水 非风非佛 非眼非耳 鼻舌生意 非色 非身香味触伐 非眼世界 如是乃至非异世界 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一念心性的如实空啊 它本身呢 它不是三界六道的 这个杂染的果报之法 非心 这个心指的是一切的心法 空 这个空指的虚空啊 地水佛风 当然是七大 我们这一念心 它本身不是七大之相 它也不是 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 或者舌生相会触伐六成 也不是眼世界 乃至意世界 也不是六四 等于它不是 五印六入 十二处十八戒 都不是 我们前面讲到 我们刚开始在修心性的时候 先把心带回家 这是第一要做 你不要老是在外境活动 你迟早会产生障碍的 那么带回家以后 第一件事情呢 空甲中第一个先修空关 先用否定的态度 来面对自己的想法 这个地方又是说呢 我们凡夫啊 之所以生生世世 在六道里面轮回啊 我们就是在这个 五印六入十二处 十八戒当中呢 产生一个我爱子 那么有这个我爱子 就有一个我爱的 跟我所爱的 就是我所爱 就是这个七大四科之相 我们爱着七大 我们爱着四科 所以就使令我们很难 跳脱三界的果报 所以佛陀说啊 你现在开始要告诉你自己 我的心啊 不是这样子的 我本来不是这样子的 我的心本来没有 言得鼻舌生意 本来没有舌生相会触发 这个都是后来才有的 表示说你可以做得更好 你不能够只是限制在这样子而已 所以破除凡夫的 对于七大 对四科的执着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看 讲到这个出师的圣人 佛陀也给他一些建议 非明无明 明无明尽 如是乃至非劳 非死非劳死尽 这个地方讲到十二一眼 这个十二一眼有顺逆两种观察 顺的叫流转门 逆的叫环面门 我们先看顺的 非明无明 这个非明无明要跟第三段 如是乃至非劳非死尽 要配合起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流转门 这个明当然是观照了 我们观照 无明言行乃至于 身言老死 这个是流转门 要否定 没有所谓的十二一眼的相状可得 那么环面门是明无明尽 非劳死尽 这个第二跟第四一合者 环面门 就是说你要观照 这个环面门也不可得 无明灭者行灭 行灭者四灭 乃至于身老病死灭 这个环面门也不可得 那么言诀人 他能够跳脱的五印身心 从十二一眼的顺利观察 而正得的我空的真理 说朝物见五印皆空 但是言诀人他有缺点就是说 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 言诀的这个城市 为什么 我都说 他产生的一个法质 他破除了三界的我质 但对这个十二一眼的法质 特别的坚固 所以他就很难再向前迈进一步 其实我们这一念心性 是有无量的可能性 他可以做得更好 那他怎么办呢 他必须要把所有的阴眼当中 加一个非 要告诉他自己 其实生命当中 本来没有十二阴眼可得 没有十二阴眼的流转门 也没有十二阴眼的环面门 那只是一个对治烦恼的假象 要破除这个法质的相状 我们看生文人 佛陀给他什么建议 非苦 非疾 非灭 非道 非师 非德 那么苦疾 灭道等于四圣地 那么这个 生文人他是把生命分两部分来观察 说是苦疾是流转门 灭道是黄灭门 苦就是五印身心的三苦八苦 那么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呢 是由内心的疾所召感的 这个疾就是爱见烦恼 或者做见识烦恼 就构成了一个三界的有肉因果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要修这个道 这个照小称的三十七道别 或者讲戒定会 那么趋向于涅槃 这个灭就是小称的偏空涅槃 一个出世间的因果 所以他从四圣地当中 而觉悟了知苦断继莫灭修道 那么以这样的四圣地的因 而成就四圣地的功德 叫做志跟德 这个志就是生空志 这个德就是偏空涅槃 那么小称生文人当然 透过这样的四地的观照 已经远离了三界的痛苦 而安住在一种四地的法 跟一个我空志跟偏空涅槃 而不能够前进 所以佛陀就告诉他说 你要观察 你的正念心心 其实是没有苦其灭道的 这个都是延生延灭的一个假象而已 帮助你超越三界的假象 你对这个展现假象执着 那你就停留在这个地方 没办法前进 所以佛陀就叫一个非字 我们看前教菩萨 佛陀对前教菩萨的开始 非坦萨 非斯罗 非毗利也 非禅体 非禅罗 非波罗洛 非波罗蜜多 那么非坦萨 这个坦萨就是布施的 斯罗就是十戒 毗难也就是忍入 禅体是精进 禅罗是禅定 那么非波罗洛 波罗洛就是波雷的智慧 波罗洛 那么佛陀 以六波罗洛的法门 来引导前教菩萨 这个布施十戒人都禁定禅定 依止而修 而成就福德之良 依我空法空的智慧 而成就智慧的智良 所谓是福德为安乐之本 智慧是泄脱之门 从六度当中 而成就安乐 成就泄脱 那么波罗密多就到彼岸 这个到彼岸什么意思呢 就是佛陀说 生死是此岸 涅槃是彼岸 而到达这个大乘的 就近的涅槃彼岸 以六度为因 以到彼岸为国 那么全教菩萨 如果对这个像产生执着 就永远停留在这个菩萨的阶位 所以佛陀要他们前进 又讲一个菲字 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 这个菲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破他的像 不能破他的法 这个海公一站强风调 只破其像不破其法 否则就偏空了 我们破那个像的直取 但是你该怎么做 你还怎么做 看严教菩萨 那么佛陀对严教菩萨 他是怎么个引导他们 如是乃至非坦达阿解 非阿罗欧 三野三菩 非大涅槃 非常非乐非我非尽 那么严教菩萨 他信中也是有所执取的 他执取什么呢 达旦阿解 达旦阿解就是如来 阿罗欧就是应供 三野三菩就是正偏知 这佛陀的三种的功德 三种通好 那么也不是大波涅槃 大波涅槃就是不生不灭 就是无疑的就近涅槃 那么常乐我尽就是涅槃式的 那么严教菩萨 佛陀也告诉他们说 你不能够执着在这个涅槃 不能执着在常乐我尽的词曲 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 破相而不破法 我们刚开始 我们对相 其实大众佛佛对相是很矛盾的 因为你又没有假借相 你没有假借相 你就没办法修行 你刚开始不借相 你说我拜佛 你说我跟着 面对西空拜佛 那你有什么功德 你有什么功德 你一定要有一个佛像 你才有功德嘛 那个佛像是不是也是个像啊 你说我内心就有功德 那你不去拜 你的功德又选现不出来 你要假借这个像去拜它 你才会产生那个功德之法嘛 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 要假借这个像 但是你拜久了以后 又对这个像产生执着 又产生障碍 问题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菩萨对象 是又需要他 但是又怕他 因为你没有假借相 你没办法修行 但是你对他执着以后 你又产生障碍 产生什么障碍呢 产生一个自我射陷 你看我过去讲一个 那个马戏团狮子的故事 你看那个马戏团起火以后 很多动物就往外跑 那管理员赶快过去 把那些过去比较凶猛的动物 关起来赶快把笼子打开来 很多动物就从笼子跑出来 但是有些动物跑不出来 跑不出来 不是他体力不够 是他内心有账 因为他 发觉啊 只要被关过一段时间以后 关了越久的动物 也跑不出来 因为他刚开始想跑嘛 他跑久了以后 他说不可能嘛 我跑不出去 我一辈子就 活动化就这样子了 他被抓的时候 他是从旷野中被抓回来的 他当然不甘于这样的一个铁笼子的相撞 但是他今天这样子走 明天这样子走 他走了十年以后 他心中产生一个相撞 原来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换我 跑不出去 所以这个马戏团的管理员 把这个门打开以后 他心中的执着没办法打开 他走不出去 火烧他也走不出去 就被烧死 只要这个动物被关过一段时间 三年五年以上的动物 没有一次跑得出来 自我设限 注意要想想看一个问题 我们思维一个问题 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 为什么要花跃 我从今开始 过去的我 死掉了 现在的我又产生了 法王做下天心生 你说你今天有些人受的撒咪戒 你说你受的撒咪戒 其实你才刚受撒咪戒 你有什么功德 他所有的阶段 今天才刚开始受 还没有开始持 但是他跟祭司不一样 他心中有一个愿望 他已经正式把他过去的我 完全破坏 无言而鼻舌舌利 他把他过去 否定 我从今开始 事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事修一切善 无善不休 事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化 他对自己又捏造一个 更清楚的假象出来 你说你都还没开始做 但是他已经有这个假象了 他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在走 好过你还活在原地 你还跳不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 我们心中的花园 因为借假修真 你今天的生命要改变 我讲实在话 一个人要改变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自己愿意改变 所以你看受戒不能强迫 让我定义花园 没有用 什么东西可以取代 花园不能取代 你自己真的说 我一定要改变 当然这个要听经文法 明白道理 发自内心的觉悟 而产生一种愿意 我从今开始 我要做一个改变 你就有希望 而且你相信你可以改变 为什么你相信你可以改变 因为我们内心当中 是本来无一物的 我现在的状态 他也是被我过去生的妄想捏造出来 我可以把它打破 重新捏造的 所以我们在观真地理的时候 给菩萨无量的信心 原来我们回归到生命原点的时候 我们生命最初的时候 是清净本来是离一切下 我们现在的相状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 我们可以重新再捏造一个更庄严的相状 那怎么捏造呢 看第二段 假观 民随言不变如实不空隐 前面在整个不变的体性当中的强调 如实空 强到离一切下 它是一个否定的态度 这一下 佛陀又重新 用假观来造俗地理 又安逸一个假象 我们看经文第一段 以事既非事处事故 即如来藏言明心妙 那么以事既 他要同时的记足 世间的功德法 以及初世间的功德法 他也记足世间的 你看五戒 十善的功德 乃至于初世间的 四地十二印也六波罗密的功德法 那么这个功德法是怎么来的呢 是集 这个集就是当下记足 是如来藏这一念心心当中的 一个言明心妙所记足 言明心妙 我一大师说呢 这个关键在这个妙子 这个妙呢 就是唯妙不可思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呢 他本来就记足 这四个字很重要 他本来就记足 不管你 你有没有去开花他 不管你是不是否定他都没关系 反正他本来就记足 整个诸佛的功德庄严 整个世间 初世间的功德法 他本来就记足 我们看 即心即空 即地即水 即佛即风 即眼即耳鼻 蛇身意 即色身香味处罚 即眼世界 如是乃至即义世界 他本来就记足 整个人天的安乐的火爆 当然他也记足了杂兰法 我们再看 世圣法界 即明无明 明无明尽 如是乃至 即饶即死 即饶死尽 即苦即即 即灭即道 即日即德 即坦罗 即失罗 即平爱也 即禅体 即禅罗 即波罗密多 如是乃至 即坦他阿杰 即阿罗欧 三野三仆 即大涅槃 即长即乐 即我即尽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一念心 其实记足整个 使法界的染性诸法 这个记足这个法 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们练佛 古人会常问我们说 练佛是谁 当然是我们这一念心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念心 也就是说你心不在焉的时候 然后嘴巴练佛是没有用的 你嘴巴练佛心打妄想 这个效果是很差很差的 那么为什么练佛一定要那一念心呢 比方说 你说我今天把录音带放着 让录音带一直在练佛 那这样子它可不可以创造功德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整个业的造作一定要有心 心为业主 因为心有这个法嘛 你没有心 因为心记住无量的功德法 所以 所以说呢 所以说你这个佛号进来 跟心接触 假借这个佛号音言 把我们这个往生进主的功德 把它开显出来 好像说 我们思维一下 比如说西空 西空记足光明 对不对 那么太阳一定要跟西空接触 它才能够限出光明下 因为太阳你没有跟西空接触 你怎么产生光明呢 这个西空表现我们心性嘛 太阳是一个助言嘛 那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你念佛持咒 一定要有心的音言在那个地方 你才能够产生功德 你没有心是不能造业的 善业也不能造 恶业也不能造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本来就记住死法界的音言 其实你只是假借外在的音言 来显现你内心的这些法 你用沙道遗忘的音言 来熏这一念心 它显现三恶道 你用这个六波罗命的音言 它显现诸佛菩萨的功德 你用亦佛念佛的音言 它显现往生进度 假借这个外在的造作 来开显你本性的功德 我讲一个小故事 各位体会看看 为什么说这个心是根本 这故事就是讲到这个舍本琢磨的故事 说有一个猎人 他对国王做了很大的贡献 国王很高兴 就赏他一个很庄严的弓 那个弓箭的弓 这个弓是黑檀木做的 这个柄非常的大 这个弓可以说是天下无双 那么这个猎人看到这个弓 他说这个弓很好用 一射能够射几百里 但是有一个缺点 这个弓的柄没有雕刻太平淡 他这个时候就给一个雕刻师说 你把这个弓的柄 这个雕刻全部把我擦掉 用那个磨石石把它磨掉 重新雕刻一个行猎土 那个打猎的土 我上面要有晴朗的虚空 要有太阳 有大地 有草木 里面有很多的动物在那边跑 还有很多人开着车子 骑着马在那边飞舞 那么这个雕刻师就照他的话 就把整个柄 雕刻的 里面把整个狩猎土 整个都把它雕到里面去了 那么雕刻完以后 这个恋人一看 哎呀 这才是一个天下无双的弓 结果他拿起这个弓要射的时候 啪 这个弓断掉了 因为那个雕刻太多了 把这个墓柄弄得太薄了 这个就是讲到舍本着墓 我们为了追着这个美妙的雕刻像 结果撕掉弓本身的弓人 这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一念心 你看他记住了 身文 圆觉 菩萨如来的功德 但是因为我们追逐某一种像 结果忽略地去开显他的功德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其实我们内心 其实有无量的珍宝 是可以去开花的 他本来就记住了 这个讲如实不空义 我们看第三段 民随言不辨 遮造同时义 看经文 以事既及事出事故 己如来仗 妙民心言 那么这个地方就遮 遮当然是讲遮一切像 讲如实空 照就是照一切法 如实不空 这个地方把空跟不空合起来 空 不空 如实空 不空义 那么他同时记住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也就是所谓的如来仗 妙民心言 这个妙民心言 这个关键在这个言 言满无缺的意思 这一念心性 他本身是离一切像 所谓如实空 但是他又及一切法 又如实不空 可以说言满不缺 我们看他的遮造同时的说明 看双者 离记离飞 这四个是关键在这个离 他离开的急 也离开的飞 离开的急 这个急 当然是属地里的 他飞呢 这个是真地里 他换句话说呢 从双者的角度一空一切空 那么真地俗地都空 离记离开的俗地离开的真地 一空一切空 那么双造是假官呢 四级非级 这个四级非级的关键在这个急 也就是说呢 他急是急非 他当下是俗地 当下也是真地 所以一假一切假 所以从双者的角度是一空一切空 那么从假的角度呢 是一假一切假 总而言之是离一切相 急一切法 这个就是顺入中道的实相 这个离一切相 急一切法 我们解释一下 所以是急空 急甲 急中 这个到底是怎么意思 比方说我们一念心 把它比喻做一个禁止 一个清净光明的禁止 那么远处有一个人 站在那个地方 这个禁止就显出一个人的影像 那么这个急空急甲急中的道理 我们看这个人的影像 你说这个禁止里面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你说他本来没有人 没有错 急空就是他本来没有啊 就算有也不是真实有啊 因为他前面的人跑掉 他的相就没有了 所以急空就是说离一切相 但是你说他真的没有人 他还真的有一个人的相 站在里面 你说他没有人吗 急甲 他有他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 那你说这个禁止到底有没有人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急空急甲急中 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 古德讲一句话说 不是佛陀要把道理讲这么玄妙 而是道理本来就这么玄妙 你看大致佛佛讲的很奇怪 急空急甲急中 其实道理本来就是这样 佛陀只是假借方便 你看你说禁止的人到底有没有 你说他有也对 没有也对 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我们这一念心性 使离一切相 急一切法 是急空急甲急中 我们讲到这里 向下文常复再来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